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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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是希望说中央人重视这个古迹 那看能不能补助家人里 在家人里的周边再建设一些 让游客来的时候 可以半天的时间花在家人里 这样才有前景 我们的家人里的王贵梅王里长跟我们安乐区公所其实也非常用心 因为这个刘民船隧道一旦开放以后 我们希望可以延伸它的观光价值 所以也有研究了我们这一条 就是整个家人里 崇德路等等这个山的步道 要来怎么样来规划 安乐区的崇德路 以前就是清朝铁道路线 这可以是我们说是我们城市非常珍贵的文理 还有记忆 应该让更多的人来了解 游民船隧道旁的登山步道 也可以直接攻上我们的石球岭砲台 最完整的俯瞰我们基隆港 山海城的一个景致 所以我们将游民船隧道与石球岭砲台 如果两者串联 让基隆的战争史 交通史 城市发展的历史 也可以更加立体 据了解试定古迹游民船隧道 当时在公共安全的考量下 98年起封闭隧道 文化局在108年进行古迹修复工程 111年接续进行光环境 以及入口意向的形塑计划 终于在今天重新开放 未来采预约导览方式参观 目前服务时间是星期六星期天 而预约导览的表单 可到基隆市文化局网站下载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放学了 基隆市东方国小学生陆续走出校门 不过学校前这条东信路236项 却因为路幅不宽 没有设置人行道 加上下坡路段来往车辆不少 国小学童常年与车争道 让家长相当忧心 因为其实巷子确实它就这么大 然后我们也要顾及居民的 他们需要停机车停什么 可是机车一停 那这个巷道就更小了 那在于我们在接送 或者是小孩子自己步行上学的时候 确实造成了很大的危险 为什么 因为车子一台他们就要赶快躲 车子一台他们就要赶快躲 所以这个说这个是长期困扰了我们很久 对此金融市政府向中央争取经费补助 规划新设两米宽人行道 内政部长林又昌也特别到现场了解整个工程规划 希望透过落实人车分流改善校门口空间 让小朋友上下雪能有更舒适安全的行走环境 今天特别来视察是要宣布一个好消息 也就是中央已经核定了 这个光国小东兴路236项 通学步道的一个改善的计划 那总核定金额是1911万元 那中央补助82% 大概是1500多万元 我们希望一次把这个通学的一个环境 还有我们在地居民的一个行走的一个环境 把它进行人车的一个分道 那另外也进行校门口周边环境的一个改善 那我们当地的民众在接这个小朋友上下雪的时候 能够有一个更加舒服 然后更安全的一个环境 市议员陈怡何淑平 陈君佐 韩世玉 郑文庭 及当地东信里里长赖佩奇都出席关心 并提供相关建议 这项通学廊道改善工程总经费1911万元 中央补助1567万 预定113年9月底完工 我们这个236项 它路幅比较窄 所以小朋友在上放学的时候 常常都是跟车一起在那个狭窄的路面上 那我们长久来看 真的是替学生安全非常的担心 那我们谢谢市府的指导 谢谢内政部的支持 提供我们这样一个计划 让我们可以做通学步道 然后也顺道也改善了 我们校门口也比较窄小 那家长接送的这个困扰 我们希望都一次拓宽 让家长更便利 也让小孩子更安全 新丰新父 加油 刘友昌随后到新丰街了解相关改善计划 根据金融市政府的规划 将针对新丰街沿线七个节点 透过标线型人行道 入口后置及无障碍设施等方式 改善串联人行空间 希望在113年底完成 对此市议员张浩瀚 许瑞池 郑文婷 及当地新副里里长庄梓豪 与新丰里里长丁丽娜 也出席提出多项的建议 尼瑞池呼吁金融市政府 应该将新丰街停车需求 及替代道路纳路 做整体规划评估 才能缓解车流交通压力 让民众实质感受通行环境有所改善 新丰街最大的一个问题 还是在交通 还有这个停车的问题 那当然也产生了 人本人行环境不佳的一个课题 那我们现在这个计划 其实是处理行人环境的这个部分 不过我们还是非常诚恳的建议市政府 旁边的一个周边的疏导的一个道路 替代道路 还有包括停车的一个空间 其实在之前都已经有过规划 那希望能够一起配套的来做一个思考 那我们这一次的一个计划 其实补助的一个范围 比以前都放宽 包括这个电线电缆电感的一个下地 或者是包括前面几个大型的一个社区 社区的一个土地 如果同意书可以牵出来的话 也可以把它纳入 我们这个人本环境的改善的一个范围里面 让它更为串联 那另外这个材质也可以做一些改善 比较不会湿滑 造成这个行人的一个滑倒 也可以让整个通行环境把它连成一体 这个都是这一次计划里面跟过去最不一样的地方 牛昌强调为了提供民众友善行走空间 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已经提出永续提升人行安全计划 从明年113年起到116年 四年期间共编列400亿元 补助各县市政府完善路口及校园周边道路相应工程 呼吁县市政府多加争取利用 立法院的预算已经通过四年400亿的整个人本环境 这个通学环境的一个改善的计划 所以一年是有100亿的一个经费 那在过去相关的一个经费比较不足 大家都是有多少钱做多少事情 头痛一头脚痛一脚 但现在中央的政策并不是这样子 我们希望是能够做整体的一个规划 那把整个通学环境一次把它做好 所以经费不是问题 只要地方能够提出整体完善的一个规划 现在经费是充足的 所以也希望各地方政府多多的提出来 中央会全力来协助 以基隆市来说 112年中央已经核定18案 总金额3亿4307万元 由中央补助2亿8128万元 牛昌也希望基隆市政府团队加速推动 提供市民更完善安全的人型通学环境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 东方国小景临社区的道路 车辆进出全靠这条东信路236巷 学生上下课经常以车针道 这条巷子不到3到4米的宽度而已 又是双向车道 人车要相针 再加上上下学的时候 小朋友又大人来接送 是要并行这样子走真的是很危险 一个人一个人单侧走都已经很危险了 何况是在接送小朋友的时候 那是更危险的 长期以来小朋友上学的时候 都会跟车子走在一起 那就算是在通学时间 我们有就是做单向 但是还是车流还是很多 中央补助地方改善校园周边 及行车安全道路改善 东方国小将规划通学向 将利用挡土墙间的绿带设置战道系统 这项工程总计划1900多万元 中央补助1500万元 预计113年9月完工 未来将落实人车分道 市议员韩世玉关心未来工程规划 特别邀及公务处当地理长 校方会刊 希望能够让通学步道做得更尽善尽美 这个地方其实长期以来 都缺乏所谓的小朋友的同学步道 市域非常感谢我们在地的 我们的赖里长 以及还有我们的居民 以及我们东兴国小的我们校长 还有我们主任 大家共同的努力之下 现在我们共同来争取 一个小朋友的同学步道 大家可以看到市域的后方 其实每一年都要维护这些杂草 所以这些杂草未来 可能就变成是一个历史的痕迹 也是历史的记忆 因为这些杂草都会变成是人行步道 人行步道的话 未来小朋友 同学也更安全 在我们看过很多座的楼梯 大部分都是可能有一个迷信 阶梯好像有一个数字上的 一个集数或什么 但是我希望大家要平均 去设计这个阶梯的高度 最后如果不行的话 要把它铲平 因为通常在最后一格 他们就会不够的话 就会拉高 拉高的时候大家往往就 因为已经习惯性走那个高度 最后那一格 他不小心就会踩空 真的很容易跌倒的 所以希望我们的设计师 在这一点 他会帮我们注意一下 在很多我们就是社区的关心之下 争取到这个同学步道 也谢谢市长 非常就是关怀我们小朋友的行路安全 那这个同学步道将来也是会跟社区一起共享 我们希望说在结合注意到无障碍空间 到行走的安全部分 也让孩子更便利 让社区更便利 这边谢谢所有的支持学校的长官们 市议员韩世玉除了感谢中央金融市政府大力支持 也期待工程能够顺利进行 让未来学童上下学更安全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道 包括代表基隆市长谢国良出席的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 基隆市卫生局长张贤正 新北市卫生局长陈润秋 以及食药署北区管理中心副主任林旭阳等人 一起出席这场食品安全论坛 这是基隆市政府为了提升基隆市食品卫生安全品质 以及市民朋友对政府把关食品安全的信心 特地由基隆市卫生局在长龙桂冠酒店 举办食品安全论坛 透过跨局处以及产官学界专家和业者 以及学校共同的交流及探讨 希望可以整体提升基隆市餐饮食品安全 缔造干净卫生安全的餐饮环境 特别是学校营养午餐的品质 市长对食安是非常非常的重视跟关心 大家都知道基隆前阵子有一些食安的事件 为了这个市长特别责承我们的卫生局 还有我们的教育处 包括每天早上清晨一大早就是看早餐怎么做 午餐怎么做 还有还到了新北区学习跟关模 那在市议会我们也通过了午餐制止条例 市长对这个重视 他是不用 我想局长每天都会接到他的电话在那个时间 还有教育处非常的用心 所以今天才有这样的产观学合在一起的论坛 那我们都知道 现在有很多讯息的充斥是 各式各样的 用一个名人来告诉你说 吃什么最好 用什么最帮助最大 事实上怎么样让网络的讯息 有真实呈现是真的告诉民众 也是今天我们需要讨论而告诉大家的 那刚才那个丘布市长说 那个市长每天打电话给我们 这样听起来好像说每天打一次电话给我们 可是实际上不是 是几乎每个小时每分钟 都跟我们还有教育处的同仁 然后每天都带跨局处的同仁 到每一个制色厨房的学校去看 那一开始当然是希望说做得好不好 但是其实也在那个过程中 市长带着团队去了解 每一个学校在这个过程中 怎么样可以做得好 或有什么样的困难 然后一个一个去解决这个是我刚才跟副市长 我们一样都表达很感动 市长在这件事情做得非常的用心跟用力 所以就算每天或者是每个小时接电话 都不是一个压力 因为他就是看着这件事情越来越好 被出席的还有国立海洋大学食品科学系副教授 逐间餐饮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联华食品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社团法人台湾食品安全管理协会等代表 以及基隆市政府教育处卫生局惨发处 和基隆市二十间学校的代表 和临近的台北市新北市以及宜兰县卫生局等伙伴 一起参加这场论坛 集思广益共同探讨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画面上是基隆市政府综合发展处 规划的新住民食物分享会 本身是新住民身份的纵发处长林立禅认为 国际移民们在社会上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因此希望这些国际移民朋友 能够一起在地成长 生活能有所规划跟保障 二十年以上的 你来几年 十几年 最少十几年 因为姐妹都嫁来二十年以上的 那有最久的三四十年的 那今天会谈到所谓的共老共好 还有退休准备 包括说他们觉得除了有公保以外 他如何去规划他的医疗保险 这种就是一般的就是商业保险里外呢 他如何规划让他更健康 所以有谈到所谓的当志工啦 还有要如何一起就是建构一个共老 包括更有创意的姐妹说 如果以后我们小孩子少了 学校如果不要用 他可以在学校里面做一个共老基地啦 等等我们都有听到姐妹的心声 那第二个他们也谈到说 他们现在都在规划他们的退休准备 包括说在幸福的时候就要好好规划 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 自己会遇到任何的问题 所以呢包括他们的 就是叫做救命金 比如说要存半年或一年的救命金 才算是你的需要 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自己不要沦落为 又穷又老的一个社会 就是依赖者的老人 我们希望我们是成为 未来社会就是有用 然后也可以快乐的老去 所以呢今天除了谈共老委外 也谈了退休准备 那最后呢也感谢社会处 也承诺了我们在明年度会规划 所谓的理财 因为姐妹说他们会 就是上班赚了一点钱 包括他也在学校当厨工 那也有在教大家做果冻花 越南的果冻花 那存了一点钱 他都会拿去做定存 那可是定存的利率非常低 所以呢他该如何 让他的钱变更多一点 所以呢他需要理财课程 所以呢也感谢社会处 他们也承诺 在明年度规划整个理财课程 让姐妹可以在健康的老化 然后呢快乐的老化以外 还可以有尊严的老化 分享会现场 有许多来台湾20年的国际移民 也认为退休供老 确实是非常需要 及早规划与考虑的问题 未来也期待市府 能将基隆打造成 对亲盈都有善的友爱城市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大家好 我是郑文婷 我不是正二代 不是负二代 我投入选举不是为了家族利益 而是为了基隆发展 信赖台湾 基隆启航 2024立委 很请支持郑文婷 主要非赖台湾 你们家的一边来下礼拜 可不可以帮我们家大扫一下 一下下就好 这样不好吧 请趟哦 雇主批用外籍移工 需向政府申请核准 非保留用他人的外籍移工 将处于15至75万罚还 我什么都没说哦 并顾外籍配偶工作前 应核对外籍配偶外侨居留证 及一清户籍资料证本 上午8点半左右 男子穿着雨衣进到彩卷行 手上亮出一把折叠刀 直接走到收银机前 随手抓起桌上零钱 放在那个被摊上面 大概多少钱 3300 3300 他有拿一些 你有看他手上有拿一些雾器吗 手上有拿刀 这么长 他手上有拿刀机前 他就说抢钱 他直接闯进来 然后抢了之后他就走 这样 店员一开始以为男子要来买彩卷 没想到直接行巧 店员试图阻止 双方发生拉扯 歹徒随后跑出彩卷行 外头找有一辆机车接印 扬长而去 附近水果摊的老板娘 目睹整个经过 我就跑过去看 那个人就跑出来了 我就喊一声抢劫 抢劫 我要去看摩托车号码的时候 就没看到 就看到那个参与的上一台 另外一台摩托车 有人载他 被抢的彩卷行 就位在热闹的阳碍市场商圈 人潮相当多 一度惊动附近的商家 警方货报 立即到场拉起封锁线 随即展开 追击嫌犯 在短短不到一小时 就在嫌犯家中 抓到两名嫌犯 都有毒品前科 28日8时许 本分局货报 城侠内谋彩卷行 遭两名男子刑抢 店家开门营业时 一名男子趁机持刀刑抢 另一名男子在外接应 店家损失新台币3000余元 两嫌犯案后 随即骑乘机车逃逸 本分局缜密扩大 调阅影像 迅速掌握两嫌身份及行踪 经动员警力查契 在警方货报一小时内 将两嫌逮捕到案 并于现场起货道谢 全案一加重强盗罪 移送地检署侦办 年关将近金融机构 彩券行 金钱出入平凡 这起抢案发生在 热闹的金融市中心 还好警方在短时间 能够顺利破案 让商家能够安心 记者黄少铭金融报道 好好好 OK 我的电名 现任基隆市跆拳道协会秘书长 同时也是基隆市跆拳道训练中心 总教练的王毅德 演练跆拳道一朝一世 虎虎生风 现年61岁 学习并且从事跆拳道训练 以及推广工作 40多年的王毅德 前阵子更是亲自到韩国国际院考试 通过世界跆拳道联盟 认证国际九段 成为基隆市首位 获得最高国际段位 殊荣的高手 也是基隆之光 因为跆拳道段位 在台湾最多只能认证到七段 八段到九段 都必须亲自到韩国考试 而且有年资的限制 也就是从八段到九段 必须满九年才能考试 越高段越不容易 韩国给我们台湾的授权 只能考到七段 全世界八段九段 务必要到韩国国际院考试 那七段升八段 这有一定的年资限制 七段升八段 规定一定要满八年 然后再实施考试 那八段升九段 一定要满九年 九年之后 你要先它规定有一个论文 有关你台湾到武术的论文 你要先通过它论文审核之后 你才可以到韩国国际院考术科 我们今年八月二十二到韩国考 考术科结束之后 然后一直等等 很期待等等 等了一百一十五天 我算得刚刚好一百一十五天 在十二月十五日那天才上网 公告放榜 本人录取了 王毅德也非常感谢市议员张耿辉 从民国九十九年创立 基隆市跆拳道协会以来 对于推广跆拳道的贡献 尤其是我们的张预言 也是我们基隆市谈道协会创会理事长 在他的八年任内积极的推广 这个台湾道运动比赛 奠定了基隆市谈道协会的在全国的地位 那越办越好 今年就第八届了 像今年来参赛的选手已经破一千的人了 那这无形中也带动了基隆的观光旅游 所以我们非常感谢张预言 也是我们创会理事长张耿辉先生 大力的推广 对于王毅德取得跆拳道的最高殊荣 基隆市跆拳道协会创会理事长 也是现任资深市议员张耿辉与有荣焉 更亲自制证王毅德出类拔萃的恭贺纪念奖座 我承如刚才他所讲的 全国实现式的台湾道比赛 来自不管是到南部也好 高雄上来 花林花东上来也好 他们总是要在那边住宿 所以说他刚才讲的也很对 无形中就带动我们地方上观光产业 除了提升我们的强生爆裹之外 练台前的一定是不错的 不会写坏 然后我也真的是很感谢他 在我任内的时候协助我很多 也帮忙我很多 然后这一次他能得到这个 台湾道通过九段的检定 这个苏董得之不易 那更是我们基隆人的骄傲 也是我们基隆人的东药 王毅德目前在七土区明德一路开设 跆拳道道馆 多年来不但自己的儿女在跆拳道方面学习有成 画面上穿着蓝色护具 也培育出许多优秀的跆拳道选手 王毅德强调从小学习跆拳道 不但可以健身更可以防身 特别是面对现在多元化社会中 突发性的犯罪行为 学习跆拳道训练自卫 以及闪躲的反应能力 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 是非常有帮助的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你会选购一级能效的家电 但你的节电等级却只有五级 现在开始改变你的用电习惯 冰箱只需八分满 滤网定期两周轻 冷气设定26至28度 晚转时间 进化一级节电玩家 关掉冷气 随手关灯 白天到黑夜 节电不停歇 节电 从我改变 明天到过来 你不停止 我们下期再见 回到转身的 我们下期再见